这条街上的大长腿真多啊 多丑 你看什么呢 没看啥呀 真没看啥 你是不是就看人家大长腿年轻漂亮呀 没有没有没有 那回事都 你是不是嫌我老嫌我丑了 怎么可能呢 开玩笑是不是 你最好看了啊 哎 刚才的小姐姐怎么不见了 我就看了一眼 大哥 家说你明明看了两眼 你看了好几眼 我真就看了一眼就一眼 你是不是就喜欢他们那样年轻漂亮 这话说的谁不喜欢 哎呀 哎你咋了咋了 你怎么了 低血压犯哎呀你起开 没事吧你 这孩子气性真大 你在干嘛呢 我是不是老了 不老啊 你看我眼角都有鱼尾纹了 没有 你最好看了我跟你说 你永远18岁 真的 真的 小嘴巴巴 讨厌 女人就是好骗 他鬼鬼祟祟的看啥呢 他喇子都快流出来了 呀 这看啥呢 你干什么呀吓我一跳 没没看啥 没看啥你慌了啥呀 我慌了吗我哪儿慌了我 哎呀 那男的 是你暗恋的对象吗 什么就暗恋的对象呀 哎呀 你不就是一个唱歌的吗 小哥哥 真是的 哦 小哥哥 我说这两天你一下班又往那跑 一下班往那跑 哎要不要我给你们腾个地方 我给你们好人腾个地方 哎你说啥你看你这小心眼 他就是我的心中偶像 呸 心中偶像是吗 行 我送快递去吧 要不我还是 行他就这样吧 你别生气吧 哎 你你你心中偶像 我也有我梦中情人呀 喂 喂 何全哥哥 哪你 怎么了这是 今天下班人挺早啊 发生啥事的 他们咋都走了呢 坐 我成 公司突然出了一点状况 我可能要破产了 哦 我还心多大事 都是小事 哪开公司不得经历点风雨 不经历风雨总能见彩虹呢 是吧 没事啊 别放心 太难受 天天都有一些小挫折嘛 这都是小事没事啊 别哭了 没哭 郭崇 你不会离开我吧 怎么可能呢 我是那种人吗 我这 不能离开你 你放心吧 我带你吃遍全北京最美的好吃的 真的 真的 其实公司倒闭什么的都不是我最伤心的 我最难过的是 你这个月的工资 发不出来了 那吃个屁啊 喝西北风吧 男人还得靠自己 公司要倒闭了 我回来看看 有没有落下私营物品 这么好看啊 哎 我怎么看来自拍啊 什么情况 你 你们咋在这儿呢 上班时间不应该在这儿呢 玩犊子了 我就知道倒闭这事试困我的 老板呢 不要慌跟他谈判 这啥造型呢 不至于被我弃成这样了 老板 哟 这是谁呀 罗大渣男 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是您昨天晚上喝剩下的西北风吗 别闹 我呢 你昨天晚上跟我说那破产了 我老担心了 我四处给你借钱 借着了吗 借12块5毛9 鞋底都磨漏了 真是我跟我那些好哥们 罗先生 你的大方和慷慨 为什么总是能让人这么瞠目节省 还有灵有整的 他这次嫌少 啊 我算看什么公司破产呀 你这个不就是为了试探我吗 所以吗 人心是经不起试探的吗 问题不在人心 是我真的能力有限 其实经过这件事我也发现了 只有我自己变得更强大 才能够保护好你 想听真无邪 三二一哭 哭 不用你保护我 你昨天连夜借来那12块9毛5拿来 我要去买冰棍 哎 他们只说借没说给 我说你可太抠了你 你那些哥们也太抠了 难怪你们会当好兄弟 你是去盖帮界的吗 你是盖帮第几代弟子 三代 传言 当我第一次见他的娘家也 啊那个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哥 新哥 这个是我男朋友 啊 哥好 你好 嗯 你们俩在一块多长时间了 8年了 8年 我刚起到啊 你这不想给给你给您个惊喜吗 嗯 挺惊喜啊 多大了 嗯那个 二二十一五三 嗯 干什么呢 保洁 保洁 别挣多少钱 你你 三万呢 你怎么知道 多少有点难以其次 他他他他给我开的 你给他开 三万 啊 保洁 有房吗 嗯 还没有 有车吗 也没有 三五成 哥 你说啥 你看你 你上来我认识我 你 都没地方 那 和西北风 管保啊 不想给你气我爸 哎 气死我了 哎呀哥你别气啊 你看你气得比眼都犯了 你看 是为这个比眼高 是 比眼高 嗯 可反应了 哦是吗 嗯 什么跟什么呀 别拆个话题 他哪点配得上你 我跟你 你跟我说 想这么半天 我的优点 就这么难以察觉吗 可爱啊 能当饭吃吗 你看你瘦的现在 你看看 要涨下没涨下 要资产没资产 要身高没身高 哪点配得上你 哥你别人能说他 我就是喜欢他 喜欢能当饭吃吗 你看你瘦的现在 不行我告诉你啊 坚决不同意 赶紧分手 他清歌也太狠了 还挺傲娇 就不 这没你事 你走 赶紧回家去 我跟他说 行 那我能回家了 哎 哎 站住 回来 干啥你要带我私奔呢